这个料理不能超过500卡 要有饱足感 然后足够的蛋白质 鱼露除了蒸鱼炒饭也可以用 我爸最爱炒菜的时候 空心菜用鱼露 浓度高一点 它味道才会更鲜美 对 更鲜美 很有丰富的维生素E哦 药师爱挑食 我是婉萍药师 今天邀请在我旁边是 南洋达人料理哦 老师 梅芳老师 你今天要来教我们做什么 今天要教大家来做这个 云苔风味鸡肉凉拌料理 听见好像很厉害哦 对 那我们今天因为夏天很热 所以要做一些东南亚的料理 那东南亚的料理有最大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鱼露跟这个椰糖 对 那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用鱼露的 因为鱼露有点像是这个淡淡的酱油 对 没错 这样吸收吗 可以这样吸收 然后呢 它的味道就是会有鲜味 所以其实你用了它 就是有海鲜的味道 你就不用怎么样 再放所谓的味精啊 所以它其实就是兼具了酱油加味精 可以这样形容吗 可以这样形容 因为味精本身主要用途是在蒸鲜嘛 对 那鱼露就有这个功能了 好 那老师那你今天要做的这个料理啊 就是会有什么样的食材呢 那首先呢 我们先煮这个开水 先把鸡肉 这个鸡肉先煮熟 煮熟 我今天有跟米方老师说啊 就是这个料理啊 不能超过500卡 要有饱足感 然后足够的蛋白质 然后怎么做这样子 对 对 今天其实我们会用到两块鸡胸肉 应该这样够薄啦 够 帮营养师 对 包包包包包 包了包 就是外面就是一包的鸡胸肉这样子 对 对 大家会用到 那平常在南亚的话会 也可以就是用到粄条 或者是冬粉或是蒟蒻也可以 蒟蒻很不错啊 剪中的时候就可以搭配在这里 好 那我们先把鸡胸肉 先丢在这个煮开的水里面 煮到手 那煮熟的这段期间 红萝卜啊 青菜啊 切一切 然后先冰镇 尤其洋葱 因为洋葱比较辣 泡一下冰水的话 就可以减少辣度 这样子哦 首先呢 青木瓜 青木瓜有时候比较不好买 那如果没有 基本上就是东南亚食材行也有 那真找不到 也可以用别的蔬菜取代 比如说那个窝巨类啊 梅生菜这些也是OK的 我觉得是同样的调味 但是它可以搭配不同 像是生菜沙拉的概念 就是东南亚的生菜沙拉 对 没错 没错 那只是说有青木瓜 风味上又跟一般的那个 生菜沙拉又不一样 对 而且我觉得木瓜也是 对身体蛮好的 很好 就是青木瓜 它其实因为没有熟 所以它比较偏向是蔬菜的热量 就是热量低 可是木瓜熟了以后 它糖分增加 它就会偏向叫做水果 对 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 对 我们就是先切 基本上呢 大概用一半就差不多啦 不用削皮吗 要削皮 想说展示给大家看 对 那我们就把纸去掉 我自己喜欢用切的 因为我觉得切的话 那个含水量还有脆度都比较好 比较好 对 刷腔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实地会被破坏掉 有时候就没有那么的脆 这样子 OK 对 所以就是看每一个人喜欢的 刷腔或者是说要切都可以 大致上就是薄薄的就可以了 切薄薄的 而且切薄薄的 就是说口感会更好吃 诶 那米方老师 那请问一下啊 就是那个鱼露啊 它是不是就是东南亚的酱油啊 对 鱼露就是 可以说东南亚的酱油 用途上它比较像酱油 对 可是东南亚本身 还是有酱油 哦 所以它并不是真的酱油 对 做法像酱油 对 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纯酱油 对 它是什么做的 它是用这个小鱼啊 比如说蹄鱼这些来发酵的 做法上有点类似酱油 酱油是用大豆来发酵的 对 对 对 可是呢 东南亚本身还是有自己的 常用的酱油 所以除了鱼露以外还会有酱油 或像比如说 常听到的老抽啊 生抽这些 对 那老抽就是比较浓稠的嘛 对 生抽的话它就比较淡的 就是台湾人说的淡酱油 好 我们刚刚把这个 青木瓜切丝了嘛 那其他的食材我们也都切好了 大家可以看 那至于这个切食材的厚薄度啊 也可以看个人的喜好 因为其实就是说吃的人是你 所以呢 你自己决定 这是不用担心手艺不好的问题啦 对对对 切粗切细都没有问题 对 切粗切细都可以 因为主要是看个人的口感 鸡胸肉的话 我们就是一样把它剥丝 已经水煮好了之后就把它剥丝 切剥丝之后呢 原则上剥丝是同样 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也是看个人 我都是这样耶 剥一半 然后我就顺着这个丝 对 然后就是开始一条一条的挑出来 对对 没错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大概就是半斤的鸡肉 就是300公克 那这样的热量大概380卡 所以其实你看 可以吃的很饱的优质蛋白质 对 那刚才你说你的调味料啊 就是会用到就是鱼露对不对 对 那鱼露到底要怎么选择鱼露呢 鱼露的部分啊 首先就是说我们要选 我觉得就是要选厂牌 然后另外看包装 那原则上以选玻璃罐的比较好 为什么要玻璃罐 因为就食品的保存来说 玻璃罐就会比塑胶更理想 是担心有塑化剂的问题 对 一来是塑化剂的问题啊 或是其他的状况 因为有时候就是塑胶的东西 会融出一些 多多少少少会融出一些化学的物质 那这样还要再注意什么吗 另外就是要尽量选纯的 纯度 有些比较好的鱼露 它是会标注说 它是含了多少几%的鱼露含量 对 像同样的品牌 有的鱼露啊 它价格也不同 同样品牌 同样的品牌 对 它有价值钱不同 对 价钱也不同 那主要它的鱼露的 这个多寡啊 涵盖的这个鱼 到底多少啊 也是有差别的 了解 然后另外如果选 有的那种太便宜的鱼露 它味道会比较新 为什么 对 采用的食材本身可能不是那么离香 就是可能食材新鲜度也有差距 对 其实最好就是食材要好 那煮出来的料理才会好吗 所以就是鱼露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鱼越多越好吗 几%是越好 我们这个品牌大概差不多 我记得是30吧 大概30 就像记不记得有一个水果 果汁啊 果汁它会写要含果汁量多少几% 有没有 其他它可能就是水而已 或是糖浆 就类似这样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鱼露 我闻一下 其实我是还蛮爱的 可是就是我是真的很爱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 就是那个鲜味很香 我自己觉得它很香 那我们现在来做调味吗 对 我们现在做调味 好 我们今天做的凉拌料理 其实调味料最重要 那其中会用到鱼露跟椰糖 椰糖做调味 还有加上了柠檬 那其中鱼露具有关键性 假设今天选的鱼露味道比较不好 或是这个比较廉价的 那它的口感就比较腥 整体的料理就会不好吃了 那我们今天选的是30度的这个泰国的鱼露 泰国进口的 就是浓度高一点 它味道才会更鲜美这样 对 更鲜美 然后另外也比较不臭 然后香 刚刚婉婷有闻到吗 味道是很香的 如果今天是便宜的鱼露 其实打开之后味道都怪怪的 没错 就是鱼露有分很腥 跟其实你会觉得它是鲜 腥跟鲜两个不一样 没错 所以有的人说奇怪 为什么那鱼露好臭 其实好的鱼露并不臭 并不臭 是鲜甜的感觉 对 是鲜甜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做酱料 刚刚有介绍到鱼露了 对不对 很像酱油的颜色 对 很像酱油 大家因为这个是黄色的啦 我自己鱼露 我都会用蒸鱼的时候用 也可以 其实鱼露除了蒸鱼炒饭也可以用 我爸最爱炒菜的时候 空心菜用鱼露 可以可以 大概像是可以试试看哦 对 或是卤卤肉的时候啊 像那个澎湖有十具卤卤 有没有 他们就是有用到十具 干的十具或是前蔓 鱼露呢 因为它味道比较咸 对 所以要加一些水来吸食 比如说三汤匙的鱼露好了 那就是大概 是4.5汤匙的水这样子 OK 做DGI的料理 所以用椰糖是一个 主要的甜味来源 那只是说为了补强它的甜度 会加一点二砂 二砂 那二砂的比例其实用量是比较少的 那为什么两半料理 南洋料理的食材料理都很多用到椰糖 主要是椰糖比较不甜腻 对 所以其实二砂的味道比较强烈一点 对 那如果在料理里头吃太甜的时候会比较腻口 今天如果要蒸鸡减脂的时候 如果真的想要使用一些糖的话 就是椰糖还不错 因为它椰糖是DGI DGI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录的影片 那我问老师椰糖它就是椰子的糖吗 椰糖它就是很多人以为它是从椰子水提炼的 或者是野肉等等 它其实不是它是椰子花蜜 就是椰子的椰子花很长 那椰龙就会爬上去到树上面 然后去捡它 然后取里面的汁液 把这汁液取下来之后 那它可能就一桶这样子 可能就一瓶啊 那通常是椰龙的太太来负责煮 煮了 对 煮了之后那长时间 有时候就半天到一整天 所以椰糖还要经过一个熬煮 对 熬煮 对 经过熬煮 所以椰糖在这个印尼 它也算是一个贵的糖吗 是贵的糖 但是要纯的 纯的椰糖是蛮 不是很便宜 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纯和不纯 就是在选椰糖的时候这样子 就是不纯的话 就是因为为了节省成本嘛 椰糖本身价格来就高 那有些厂商 它就为了节省成本费用啊 它就会加一些其他的添加物 好一点它可能加砂糖 黑糖 这个算好一点嘛 因为也毕竟是天然的东西 挑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品牌也很重要 对 因为品牌就是最容易 让大家可以先帮大家做 第一初步的筛选 对 那另外就是注意的 包装的部分 因为椰糖容易融化 对 如果用塑胶包装的话 它比较容易因为接触到空气啊 阳光等等 那它就容易融化了 所以有些业者就为了这个问题 可能就加一些防腐剂 辅马铃 预防它溶掉 辅马铃可以吃吗 辅马铃原则上不能吃 所以可是有些时候就在 比如说在印尼 也就有发生过这样的新闻 对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选择 有品牌的啦 尽量就是选择有食品安全的认证啦 相关的认证 我们鱼露加完以后 椰糖要加多少呢 椰糖的话我们原则上 甜味首先就是主要也是 看个人的喜好 那按照我们的食谱的话 大概是差不多六茶匙 六茶匙 对 六茶匙 那砂糖的话大概用到三茶匙 对 不过这个甜味显度 都是可以自己再依据自己的喜好 做一点点调整 好 那老师那你现在就是把这个 椰糖还有砂糖融在里头 对 融在里头 对 然后再加什么呢 加一点醋 那因为柠檬的酸 它比较有果香啦 对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它酸的这个 比较强烈一点还是要加一点醋 就是想让它滋味更强烈的话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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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也比较有一些变化 所以柠檬虽然是酸 但它是香气 对 香气 对 对 香气 就是柠檬的酸跟白醋的酸 那个口感不太一样 对 好 那原则上就大概调好酱料之后呢 可以摆盘了 好 我们就是可以按照 这个大致自己要吃的比例啦 因为这边碗皮营养师有做一个 五百大卡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样加起来 包含调味料的热料 大概其实四百多卡 那主要的热量来自于谁 其实主要的热量是来自于 就是两块鸡胸肉 足够让你吃的饱 那今天呢 如果想要做低糖饮食的人呢 这道料理就会非常的适合 夏天很热 回到家 想要吃什么 其实就来一个这样的简单的搭配 就很好了 对 而且其实在做法上也蛮简单的 对 鱼露酱料可以一次多调一些 其实就是东西切一切 然后鸡胸肉就是把它煮熟 然后剥皮 然后重点是酱料 那蒜末切的时候啊 也不要太细 也不能太厚啦 那因为太细的话 到时候就是没有那个蒜的颗粒感 有蒜的颗粒感也可以减少 就是吃起来会更爽口 了解 也可以解腻 可以先磨碎一些 稍微有点粗粗细细的那种感觉 花生 但是我们家也没有那种 什么时候倒的 倒的 没有倒的没关系 直接丢上去也没关系 就直接摇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淋酱料 感觉非常的清爽 对 这道料里蛮清爽的 这道料里头呢 它唯独的这个油脂是哪里 就是花生 就是天然的花生 没错 对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衣哦 对 因为我们的人体应该还是需要油脂 需要有些好的油脂 这样 那我们就已经摆好了 淋好酱料了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试吃了 对啊 你看 大家看一下 好大一盘哦 但是这个热量才不到500卡哦 而且我是用两片鸡胸肉 拜托我们减肥一定要那个 就是要吃的饱饱才会有满足感 我想应该蛮薄的 因为我自己大概只吃一半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才会这么瘦啊 所以如果今天想要减肥的人 好 我们用的是两片鸡胸肉 如果你想要更瘦一点 你可以只要用一片鸡胸肉就好了 真的 把这马上瘦了 对 我而言 这一餐我绝对吃得完 我现在来开始试吃看看 你看我真心发出觉得我一定吃得完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搅拌搅拌 对 稍微搅拌一下 就是搅拌一下呢 吃的时候啊 会有混发各式各样的那个蔬菜的风味 还有鸡肉的口味 然后也加了鱼肉的味道这样子 还有辣椒啊 蒜头啊 花生 对 真的要搅拌才好吃 要搅拌 我刚才没有搅拌 透吃的时候不好吃 对 因为就没有沾到那个酱料 没有沾到酱料 然后因为味道就比较单调了 那搅拌之后就因为有沾到 其他蔬菜的口感 没错 而且因为啊 就是青木瓜吃起来的口感是脆脆的 对 脆脆的 对 所以它搭配就是 比如说像洋葱的口感 就是有水分的感觉 对 然后鸡肉 刚才你知道减肥的人 我们绝对不能缺少有肉 否则会感觉有点 吃不饱 对对对 吃不饱 而且爱吃肉的人 没有吃肉应该很委屈吧 没错 然后加上了这个花生啊 还有辣椒啊 还有大蒜啊 你就会觉得哇 这道料理就是感觉很清爽 可是又非常的香又好吃 对啊 没错没错 番茄 番茄 对 其实就是要 因为青木瓜它比较干一点 嗯 对 它就是脆脆干干的 对 所以要加一点番茄啊 洋葱 混搭起来才会更好吃 对 我们今天做了这个云太风味两拌鸡肉 对 热量少于500卡 非常适合我们在夏日的时候 来做一个减肥的料理 而且它是东南亚的口味 好 重点口味在哪里呢 就是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 重点就是一个怎么样 鱼露还有椰糖 才能够带出我们所谓的东南亚 就是非常好吃的料理 对 欢迎大家追踪 米方老师的 南洋料理达人 刘明芳FB粉丝专页 或者也可以参考我的新书 局导厨房实际 那里面呢 有很多跟这个 使用本土的食材 来制作我们的这个 来做南洋料理 那今天晚天样式爱挑食 就到这边咯 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帮我们欢迎就是 按赞还有订阅还有分享哦 谢谢米方老师 谢谢完品 谢谢大家 拜拜